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猜到了吗 就是动作的动 可是呢 你一旦不动就真的不会进步了吗 想到孙子兵法中说两兵交战药 不动如山 动如脱兔 那这就奇怪了 到底应该要动还是不动呢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字的意思 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动的写法和现在差了十万八千里 从上到下分别是一个被刺瞎眼睛的奴隶 那下半部则是一个重量的重 也就是包裹跟重物的意思 所以说一个头上带有刑罚标志的人 他站在地上身背竹篓那个样子 那在古文中也有人把动写成重加上错步 图显出一个人背着重物然后移动的意思 那动的写法也从上下变成了左右了 到了小传的时候 动被写成重加上一个利器的利 强调动的行为必须要使用体力 那说完解字就说了 动作也从力众生 那许胜认为说动就是做 那众呢则是这个字的声音 所以到了凯书的时候 动的写法就成为左众右立的样子了 动的本意就是耗费体力 负重劳作的意思 后来隐身有将事物改变原来的位置或状态 例如风吹草动运动 而动功 动生的动就是开始有所作为的意思 那动也指情绪上的改变 也就是触发或是感触 例如动人 感动 心动 也做使用来解释 例如动脑 动笔 而成语动辙得旧的动 就是美美往往的意思 接着快速看一下基本资料 动 得往动 部首是力部 总共十一化 现在一起写一次吧 简体字把左边的重改成了云 跟正体字不太一样 汉语拼音动 各位亲爱的朋友 刚刚提到了动有改变位置的意思 无论是动还是不动 在历代的冰法中呢 都是十分重要的计谋 那说到了冰书 孙子冰法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冰书之一了 有许多关于动跟不动的谋略 都从这里出来 那之前呢 我们在忍这一集中呢 有跟大家提过 忍术出自于孙子冰法 那孙子也说了 军队应该要有四个特点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分别是 军队行进快起来应该要迅猛如疾风 那慢慢移动的时候 则像是森林树木的枝叶一样栩栩摆动 当进攻的时候 要像烈火那样子猛不可当 而防守的时候 就应该像山岳那样子围然屹立 还有隐蔽起来的时候 就像在阴天的天气 看不见日月星辰那样子 让敌人对我军的行动茫然无知 一开始动作就像雷霆万军 敌人往往会因为过于震惊而不知所措 其中呢不动如山 不是叫你呆呆的在那边不要动 而是要采用一个防守的姿态 那防守也可以是积极的作为 至于动如雷震呢 不管是要进攻还是干嘛 也一样是一个积极的作为 所以呢这两种说法完全没有矛盾 那除了这一段之外呢 还有一句话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其实呢也是从孙子兵法里面演变出来的 他的原文是这样子 处女就是还没有出嫁的少女 那战争开始的时候应该要等待时机 就像是少女待字归忠那样子的沉静 这样的行为可以诱使敌军放松戒备 然后发动攻击的时候 必须要像拖网而逃的兔子 这样子前后强烈的对比 就可以使敌军来不及防御 也就无法抗拒对方的迅猛攻势了 后来人们就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 行为表现能够符合当下场合的要求的人 那这种人既可以沉稳内敛 又可以外向奔放 他们很适时务 不会在该暗兵不动的时候 还给你乱来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我们在告诫一个人呢 暂时不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总是会劝他说要暗兵不动 然而当一个国家 国富民强威政八方的时候 为什么荀子反而会说 此刻要暗兵不动呢 荀子的王志篇 荀子是战国时代的赵国人 在王志这篇当中 他主张国家富足 国力强盛的时候 反而要采取中立的姿态 不要为了合宗或是连横 这一类的外交策略 而对周边国家有所偏思 他还告诫偏安的君王 要停止军事行动 就算外面烽火四起 就在一旁等候 观看那些残暴不仁的国家 看着他们彼此争斗就好了 后来暗兵不动这句成语就从 暗兵无动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暂时不要采取行动的意思 好那我们刚刚说的动呢 都是移动的动 但是呢动也有美美屡次的意思 有一句成语 动辙得救 就是在表达古代文人 他们在官场浮沉的时候 处境很艰难 进退两难的心情 出自于韩裕的靖学姐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 它是用问答的形式 透过学生跟国子健老师的对谈 来抒发他自己才高八斗 却不受重用的愤怒跟无奈 结录一句话一起来敲敲 这一段是这样子哦 一个学生他在吹捧他的老师品性跟学士都有很高的成就 少年时代就开始懂得学习 敢作敢为 长大之后通达道理 处理各种事情没有一个不合一的 然而呢他话风一转 开始讽刺他的老师了 他说有这么好的德性 却没有人相信他 就连所谓的朋友都没有相助 现在的处境如此的艰难 一有举动就会遭受责罚 那你可能好奇了 这个倒霉的老师到底是谁呢 其实呢就是韩玉他本人了 那总之后来 动辙得救这句成语就被用来形容 一个人处境艰难 极容易受到责难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似曾相似的经验呢 同样也是在官场示意的文人 我想起有一个人他被贬折到江北瓜州 这个人和佛印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呢时常在佛礼 跟禅穴上面相互切磋较劲 那有一次呢他写了一首诗给佛印 佛印却在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这句话 给他放屁两个字的评语 惹得他怒气冲冲的上前理论 也因此呢被消遣 八风吹不动一辟打过江 这个故事呢我记得小兰有讲过 大家记得是在说谁吗 自在生活同名粉丝团等你哦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圆其说 慧文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过动而可爱的地方在哪里 别走开哦